羅家聰先生在大紀元新聞網的專欄 一名驚人 標題為中國的問題是需求不足 這很難被提升 邁入2023年 中國再次成為經濟展望的焦點 無論是公共部門還是私營部門 大多數人都認為中國將繼續成為 全世界的關鍵增長引擎 不可以否認的是 與很多其他大型經濟體相比 中國正在產生一個非常高的增長數字 然而 4%至5%的實際GDP增長率 對應的是50%的綜合採購管理指數 即是繁榮與蕭條的分界線 中國政府從來都沒有解釋過 為什麼會是這樣 市場上也都沒有多少人 在做預測的時候 質疑過這樣的異常現象 除此之外 每個人似乎都毫無疑問地相信中國共產黨的斷言 即是經濟可以在任何時候 以任何形式 按照他們的意願重新啟動 然而 那只是對供應方有效 而對需求方無效 對於供應來說 給工人發工資和開動機器 總是相對來說比較容易的事情 然而 需求取決於收入 和或者在未來獲利的情況 以及整體的市場情緒 前者是經濟上的 而後者是心理上的 不幸的是 鑑於住房和債務市場 都在同時去槓桿化 不論是經濟上 還是心理上 都不有利於提高需求 這個可以從貨幣政策的刺激 和它的實際效果中得到驗證 關鍵的貨幣政策工具 是貨幣創造 這個可以通過M0 最合議的貨幣定義來衡量 另外 政策性減息只是提供指導 印製更多的貨幣 以實現更低的利率 理想情況下 那應該會促進貸款 而貸款主要是投資所需要的 投資通常是GDP增長的關鍵驅動力 因為和消費相比 其波動性相對較高 因此 它的邏輯應該是 貨幣、貸款、投資 知道要看哪一組數據 就很容易判斷貨幣政策的有效性 上圖將三樣東西放在一起顯示 M0系列是經過平滑的數字 這裡除去了皇曆中國新年 所帶來的影響 自2018年底以來 M0的增長一直在不斷走高 而貸款和投資的增長仍然低迷 任何政策效應的現時 都可以達到兩年 但不可能達到三四年那麼久 這一個時期跟1990年代尾的經歷頗為相似 當時貨幣創造很瘋狂 而實際經濟活動卻沒有變化 貨幣政策不能夠解決供應方的問題 正如我們在過去兩年裡面都經歷過的這樣 所以鑑於流動性陷阱 即零利率沒有出現 這種貨幣政策的失敗意味著需求疲弱 由於心理因素的影響 需求從來都不容易提升 再加上近年來封城等措施 扭曲了全體人民的經濟行為 扭曲的時間越長或者越嚴重 正常化的時間就越長 而在未來的下跌週期中 失業和企業倒閉將會使情況惡化 提高需求並不像提高供應那麼容易 只是促進後者的政策 將導致供應過剩 這樣意味著浪費和通貨膨脹放緩 甚至是通貨緊縮 本文編譯字 China's problem is neck of demand which is not easy to boost 原文刊在英文《大紀元》 5 4 及